大家好,我是碧杰 我是玉心 欢迎收看本周消息报告 感恩母亲如繁花盛开 摘下永生献上感恩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又要到了 还在为要送母亲什么礼物而烦恼吗 我们从天桥的另一头摘下永生的花束 将您的心意透过圣灵传到您的母亲面前 你想要学习如何实践耶稣 活出圣经的真理吗 你渴望像门徒一样拥有建造家教会 行神机骑士的能力吗 欢迎来门徒学院报名 时间是从5月开始 每周六早上9点半到11点半 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现场上课 我们也开放视讯讲课哦 报名及相关资讯请查各区区目 或是邻家传到 也可以线上报名 点选天桥教会官方LINE账号的连接就可以了 2019年年度奉献证明已经开始领取尚未领取的弟兄姐妹 请到一楼服务台领取 重点消息回顾 教会的资源回收仍在进行中 邀请弟兄姐妹继续努力回收哦 教会所发起的24小时祷告运动仍然在进行中哦 地点在文创三楼 晚堂代祷者招募还在持续中 每周日晚上七点 我们在文创三楼祷告店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哦 线上官场直播的弟兄姐妹们 也欢迎持续的线上奉献哦 若有任何奉献上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络 或是点选天桥教会官方LINE账号就可以哦 使用ATM奉献的弟兄姐妹 也请将自己账号的末无码提供给品方传道 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 进入文创中心时 注意入口及出口的标示 请勿错向行时 FM89.1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 5月10号晚间10点到11点 播出真情相遇单元 邀请来宾陈明旭 林秋慧夫妇 主题翻转人生的DNA 下集 以上就是本周教会消息